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0月10号的周末专辑 我是许波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台湾举行纪念中华民国 成立70周年的双十庆典 朝鲜纪念执政的劳动党 成立70周年大型阅兵式 我们分别有来自台北和北京的连线报道 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 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 美国社会 文化 科技 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 好 欢迎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座主要火车站附近 星期六上午发生两起爆炸 造成至少30人丧生 至少125人受伤 劳工和公民社会组织原定几个小时之后 在安卡拉举行支持库尔德人的和平集会 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鲁斯区火车站的主要出口附近 可能造成集会参加者的大量死伤 安全官员说目前还不知道炸弹是否是自杀炸弹杀手引爆的 据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伍特奥鲁 正在听取内政部和卫生部官员的汇报 土耳其官员说两起爆炸都是恐怖袭击 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塞拉哈廷·德米尔塔斯 对记者说死亡人数可能非常惨重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 美国今后几天内将同俄罗斯方面 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第二轮会谈 力争避免双方在实施各自的空袭过程中出现事故 美方拒绝在叙利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 但是同意在空中安全方面同俄罗斯进行对话 俄罗斯的战机最近不止一次侵犯土耳其领空 受到土耳其和北约的强烈谴责和警告 俄罗斯方面表示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是误入 而且不会再度发生 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从离海向叙利亚境内 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当中 有四枚在伊朗境内坠毁 俄罗斯否认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 去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视察 并会见了上星期俄勒冈州 社区大学枪击案的死难家属 被杀害的有八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奥巴马总统在会见后说 美国必须要想出办法来 不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俄勒冈州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 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立法来加强枪支管控 不过一些民众认为 拥有枪支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就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俄勒冈州期间 一些抗议人士举着自由不容践踏 奥巴马回去等牌子来迎接他的到来 据报道 奥巴马总统考虑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权 绕过国会对枪支买卖过程 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 香港多个团体10月9号晚上在香港大学举行黑衣集会 抗议近日港大校委会被质疑 因政治干预否决亲民主的法律学院 前院长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 誓言要捍卫校园自主及学术自由 反对政治干预大学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和海燕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住千人星期五晚上身穿黑衣 参加由港大学生会 港大教师和教职会 以及其他多个专业团体 在港大中山广场发起的 坚守校园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的集会 谴责港大校委会9月29日 以荒唐理由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 声明校委会的做法不得人心 并重申维护学校自主的决心 集会人士从晚上六点开始 便坐满港大图书馆外的空地 入业后更多的人赶来 多名学者知名人士 以及专业团体轮流上台发言 表达他们对这次港大陈文敏风波 以及被质疑的政治黑手 干预学术自由的看法 集会历时三个多小时 大约在晚上九点左右结束 之前我看不到怎么多同事 怎么多学生支持 因为之前都是我自己出来的 他的理由非常非常naive 非常非常不合情理 所以很多很多同事都觉得 有些爱变得势力打正了港大 非常的忧虑 可能反应这个机会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想得更深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价值 比如说学术自由啊 这些是什么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香港大学 也有是香港的整个社会的一个卷积 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学生会目前仍在讨论罢课抗议的事情 紧迫的是要在月底前就校委会的组成问题举行公投 其实我希望今天参加的同学是不只是只是今天参加 而是在以后的日子还会能够多了解现在校务委员会存在的问题 然后去参加学生会之后不同的行动 比如说是那个大学条例的修订 主办方宣布这次集会共有4000多人参加 并呼吁师生参与港大学生会10月底 就校委会主席应否由师生接受的人选出任等校委会组成议题进行公投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台湾星期六举行了纪念中华民国成立104年的 双十庆典 马英九总统在典礼当中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举伯你好 我们获系马英九总统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方面谈话的内容 永泰 好 那么这是马英九总统他主政最后一次的发表国庆的演说 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演说内容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篇幅 都在谈两岸关系 那么他首先提到了就是说他主政七年以来 那么他的两岸政策不但没有听众卖台 也没有矮化台湾的主权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台湾现在朝野都支持的一个现状 不过他也话风一转地表示他很担心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地持续下去 那么他认为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 要遵守几个原则 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他不断强调的 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那么两岸维持不同不独互武的这个现状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两岸之间 维持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这个久而共识 那么他也特别呼吁 那么未来的这个总统呢 应该要依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继续地遵守这个久而共识 那么他也表示说久而共识呢 是合线合法合情合理 那么再继续地延续遵守下去呢 应该并没有任何的困难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我们知道在他主政的情况之下呢 马政府近来举办了一系列的那么纪念对日抗战的这个活动 所以在这篇演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他表示大陆当局最近也就这个抗战的历史 提出了共详史料 那么共写史书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他抱持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他说在对等互惠 那么档案公开还有不设禁区自由研究的这个原则之下呢 同时也不排除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与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将有助于两岸共同来面对历史 那么拉近彼此的距离 同时也有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 许波 好 那么对于马英九总统的就两岸关系发表这个谈话 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有什么回应呢 永泰 好 在野党方面的看法倒是比较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马英九总统在演说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看法呢 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获得了台湾大多数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啊 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马英九总统认为这个并没有亲中卖台 并没有矮化台湾主权 相信台湾民众心中啊自有判断啊 那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王敏生他还特别强调了 那么台湾未来的走向呢 将由交由这个明年的这个所产生的新的民意 那么来决定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民进党非常资深的立法委员柯建民 他也强调了就是说民进党那么从来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 虚拨 好 那么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 这一次首次出席了马政府所举办的这个双十庆典 以前蔡英文好像从来民进党蔡英文好像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那么这方面有什么看点和亮点呢 永泰 的确 大家非常的关注啊 到底这个他出席之后呢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政党领袖的互动的这个情况到底如何 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官礼的这个座位啊 是安排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以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中间啊 所以台湾朝野领袖的这个座位是安排在同一排的 那我们看到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是行礼无疑啊 相互寒暄 这个互动的情况倒不至于到非常的热情乐络啊 但是呢彼此之间是一个非常礼貌性的啊 相互的一些这个啊有一些短暂的这个交谈 那么至于在这个啊唱这个国歌的时候啊 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特别避开了这个唱出这个无党所踪这四个字啊 因为国民党一段不断的认为就是这个无党所踪这个四个字呢 不符合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 那么最后我们还看到就是马英九的总统 他的夫人周美清女士啊 在和这个国民党现在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那么他身而过的时候呢 给予洪秀柱一个非常大的拥抱啊 那么这成为了这次的这个国情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因为我们知道洪秀柱现在呢 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压力啊 要他这个退选 那么事实上他心中是有一些不满的 那么周美清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稍稍可以化解了 那么可以说是洪秀柱现在心中所受到的一些委屈 举播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稍后呢我们关注朝鲜举行的另一个重大庆典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明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业佛业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位置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曹世衍领导人金正恩 星期六纪念执政的劳动党 成立70周年 他宣布平壤准备迎战 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 金正恩是星期六 在平壤金日城广场 主持盛大阅兵室时 说这番话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与金正恩一道 出席了阅兵室 双方在平壤进行了 范围广泛的会谈 举行阅兵室之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前往平壤的锦绣山太阳宫 瞻仰了保存在那里 一共参观的他父亲和祖父的遗体 朝鲜星期六 在平壤的金日城广场 举行了阅兵室 庆祝朝鲜劳动党 成立70周年 中国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 出席了阅兵室 阅兵室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 朝鲜导弹部队 以及被媒体称之为 携带脏弹的朝鲜和声化部队 引发了外界的普遍关注 有关详情 我们下面就连线 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东方 东方你好 西伯你好 这次朝鲜举行 庆祝劳动党成立 70周年的活动 以及大型阅兵活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发表了讲话 金正恩的讲话 有哪些看点 有报道说朝鲜方面 说这次阅兵的规模 将超过北京 93阅兵的规模 据你在北京的观察 那么这次阅兵 有哪些值得 外界关注的地方 东方 阅兵本来是定在上午 因为下雨 所以改在下午三点钟举行 那么邀请了外国媒体 记者进行报道 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 进行了现场的直播 但是今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联播节目里边 就根本没有提阅兵这个事 只是提到了刘云山和金正恩的会见 在检阅台上我们看到 金正恩和刘云山站在一起 两人不时交谈 那么金正恩和刘云山登上检阅台的时候 所有的朝鲜官员集体起立欢呼 那么金正恩今天有一个讲话 大概20分钟左右 谈到了朝鲜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坚持了自己的路线 我等于说间接地回应了 就是中方对他的批评说 任何人不得以一己私利 来搅乱东北亚的局势 那么也就是说批评了 中国没有和朝鲜站在一起 反对美帝国主义 在谈到美国的时候 又用了美帝国主义强盗这样的字眼 并且说朝鲜和美帝的斗争 不是朝鲜人自己的选择 而是人民的选择 是堂堂正正的斗争 这时候全场长时间的鼓掌 那么金正恩还说 他要成为 朝鲜要成为全世界的军事强国 那么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 从来没有放弃过 也就是说没有放弃 把韩国也就是南朝鲜 统一到北韩过来 在阅兵式方面 我们看到参加的人数和规模 是金正恩掌权以来最大的一次 那么方队比中国九三阅兵要多 那么他踢正步 很有意思 他两个手不动 然后两条脚 分别向前踢几乎是90度 整个团队像这个方队像波浪一样的 一起衣服的 非常的这个抢眼 那么在武器方面 看得出他们的武器比中国相对落后 一些T-54 T-34 T-62 这种坦克还在检阅台前面通过 那么飞机飞到上空 只有几个飞 只有很少的飞机 那么教练机摆成朝鲜劳动党的 党灰的形状 还有用二战时期的四个翅膀的 那种老式运输机 排成一个70的形状 也引起大部分的关注 那么最令人关注的 就是核生化部队通过检阅台 据称这是一次特别的展现 他们手持一个有放射性 物质标志的那种背包 那么有的专家就说 这就是所谓的脏弹 因为朝鲜此前也声称 已经制造出足够小的核武器 但是美国的一些专家 对朝鲜在核武器微型化方面 取得进展表示怀疑 那么这次阅兵确实出现了 一队一队的有一个方阵的 核生化兵 拿着带有核辐射标志的背包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 引发观察家的此后的关注 那么最先进的朝鲜的导弹 能够携带核弹头 打3000公里的无水端 劳动一号导弹 那么是在最后作为压轴系 在阅兵场上亮相 因为这种导弹据声 能够攻击到美国 所以引发最多的关注 好的 那么中外舆论 对于这一次朝鲜大阅兵 有什么分析和评论 这次阅兵对于东北亚局势 以及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东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很多中国民众都说 看到这次阅兵呢 听到那个朝鲜解说员 那种充满感情的解说 令人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 那种疯狂的类似的时代 刘云山呢显然是被作为最尊贵的客人 会见了金正恩 那么也带去了习近平的亲属性 这一次呢 朝鲜没有试射导弹 没有进行核试验 所谓呢 也是给了中国的一个面子 那么中朝的关系有所缓和 因为两国都面对着 都面对共同的一个对手 朝鲜呢 当然是传统是美帝 那么中国也要面对 美国海军未来要闯入 中国所称的斯普萨特利群岛的 十二海里的 中国所称的十二海里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现在态度非常严厉 有的网友就说呢 现在就这么一两个小兄弟了 不互相拉一把怎么办呢 何况又是师出同门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 距离地球最近的星球火星呢 从古至今就不断引发 人们的这个想象力 日前呢 美国航天局宣布 找到火星上有盐水流的有力证据 而有流水的地方就可能有生命 让很多人感到兴奋 稍后美国万花筒 带您去一起观赏 火星救援 等几部广受欢迎的好电影 不要离开 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位置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that's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要在另外一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比较能够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主持人佩吉 张批芝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要为您介绍几部好电影 我们首先来看看最近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影 火星救援 The Martian 离地球最近的星球火星 从古至今不断引发人们的想象力 这部电影上映前几天 NASA才宣布 找到火星上有盐水流的有力证据 而有流水的地方就可能有生命 让很多人相当的兴奋 在电影《火星救援》当中 知名演员Matt Damon 饰演一名困在火星上的NASA宇航员 他必须运用有限的资源 想方设法活下来等待救援 在救援行动中 中国还助NASA一辈之力呢 好莱坞最新推出的太空科幻剧片《火星救援》 根据安迪·威尔2011年同名小说改编 在可见的未来 一群NASA宇航员在火星表面采集样本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迫使宇航员回到太空舱里 在撤离过程中 宇航员之一马克·沃特尼被义务击中 茫茫沙尘中沃特尼不见踪影 任务队长路易斯以为他当场丧生 但是沃特尼并没有死亡 他醒来之后回到NASA 在火星地表上的太空站 在太空站里 沃特尼暂时有个避难所 但是他知道火星下次任务是在四年以后 而太空站里囤积的食物根本无法维持到那时 身为植物学家的他 于是运用他所有的科学知识 用火星土壤繁殖马铃薯 让他成为第一位在火星上耕种的地球人 沃特尼接下来遇到各种不同挑战 让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险 在地球上 NASA必须不断想新的办法营救他 最后连中国航天局的人员 也出面帮助营救沃特尼 在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中 距离地球5000万英里之遥的沃特尼 最后是否能够安全返回地球呢 在火星救援伦敦首映室上 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和电影演员马特·达蒙 杰西卡·查斯坦 凯特·马拉等人走红地毯 并接受媒体访问 在电影中饰演中国航天局官员的 中国女星陈树也参加了首映会 饰演沃特尼的马特·达蒙说 这部电影的信息适合目前的政治气候 这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 一个很激励人心的电影 我觉得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到世界上 是一个好事 电影强调的是科学知识 外交合作 另外主角乐观求生 永不放弃的态度引发许多共鸣 另外这部电影 最让许多科学家惊喜的是 电影里讲述和使用的科学知识 大部分都符合世界情况 只有少部分特效是为电影情节稍作更改 电影因此获得NASA大力加持 NASA和许多科学家近来也利用讨论该片 希望引起大众对天文的兴趣 火星救援在北美上映首周末票房超过5500万美元 超出分析人士预期 在烂番茄网站上超过90%的影评和观众 给予电影正面评价 对马特戴蒙的表现也在许有加 部分媒体相信这部电影将能够角逐 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火星救援这部电影引发很多人 对天文和物理的兴趣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我想您也一定会觉得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实在是件很酷的事情 教育人士知道 要培养人们对科学的兴趣 要从儿童时期做起 最近位于华府郊区的北维吉尼亚州 开了当地第一座儿童互动科学博物馆 让孩子们可以到这里亲手做实验 设计和发明不同的科学创作 一起来了解 我们从实验台开始 博普和哥哥妈妈正在忙着捏软泥 我们做了很多好玩的事 我们做了像磁力胶这样的好玩实验 这是逛博物馆的全新体验 我们带他们去过许多不同的博物馆 在那儿他们只是看看 但这一次他们可以动手操作 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实验 这是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 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色 家庭学习很有用 而是有过和家人一起学习的经历 可以成为最有塑造力的学习体验之一 而且可以获取很多经验 发现区针对五岁以下的幼童 年龄大些的孩子喜欢灵感小屋 在封馆 孩子们学习流动的空气 如何产生飞机工程师 尝试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效果 在铸造车间 他们正在构建自己的作品 它会到处走 可以像马克比一样花花 无论游客走到哪儿 他们总能找到帮手 我们总是在这里帮他们解答问题 或者在他们被难住的时候帮他们 作为家长 我总是很高兴知道能有别人帮助我们 并鼓励孩子们尝试不同的方法 在放弃眼前的实验去做另一个实验之前 再尝试一次 开业两个月以来 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已吸引了超过一万名参观者 如此成功没有秘诀 只是因为寓教于乐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马拉拉·优素弗扎依的故事 她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18岁少女 2012年 马拉拉只有15岁时 因为争取巴基斯坦女子受教育的权力 在校车上遭到塔利班分子枪击 她随后在英国接受急救手术 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那之后 马拉拉便不断地为争取女子受教育的权力 在全球奔走发声 最近一部关于马拉拉的纪录片 让观众深入了解马拉拉的家庭生活 一起来看看 关于马拉拉的最新纪录片 她叫我马拉拉 He named me Malala 最近在纽约举行首映 马拉拉和她的父亲 萨胡丁·优素福扎伊 共同出席首映会 马拉拉的名字是她父亲取的 这个名字源于19世纪 一名勇敢的阿富汗女孩 她在1880年鼓舞她的同胞上战场 抵抗英军 但是后来因敢言而被杀害 马拉拉希望这部纪录片 能够散播权力平等的信息 这很好 因为这些女孩子和我在一起 她们来自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她们希望有受教育的权利 她们站起来争取 这样她们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这部纪录片拍摄时间长达18个月 观众可以看到马拉拉如何一方面 在世界舞台上敦促世界领导人 给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 如何一方面做一名普通学生 融入英国学校中 揭露片导演是戴维斯 古根海木 她说该片将让观众认识新闻头条之外的马拉拉 你知道马拉拉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或者她在校车上被子弹射中头部 但是其实有更深层 更丰富的一面 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名女孩的选择 以及一名让她这么做的父亲 她说我要站出来为我所相信的事情发生 目前马拉拉和家人定居于英国伯明汉 她的父亲萨胡丁是联合国全球教育特别顾问 并在巴基斯坦位于伯明汉的领馆担任教育官员 纪录片用资料党和声音党 叙述马拉拉在塔利班控制下的环境 包括被炸弹摧毁的学校和被烧毁的音乐CD 马拉拉在父亲的鼓励下 在11岁就匿名为BBC写博客 形容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困苦生活 以及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如何被剥夺 如今马拉拉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她的父亲萨胡丁对她引以为豪 我总是说她曾经是我的女儿 但是现在人们知道我都是因为我是她的父亲 许多父母写信告诉我 她不只是你的女儿 也是我们的女儿 我说当然这是不用怀疑的 很多人看到她就像看到自己 人权活动人士 女权活动人士 儿童权力活动人士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很多人以她的名字命名 我感谢真主 我感到骄傲 好莱坞知名女星斯加利·约翰逊 重量级歌手爱丽西亚基斯等知名人物 都出席了首应会 表示对马拉拉和女子教育的支持 2014年只有17岁的马拉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已经正式提名电影《狼图腾》 代表中国角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法国导演 让雅克·阿诺 他的电影《熊的故事》和讲述失散的柬埔寨小老虎的虎兄虎弟 让他多次得奖 在电影《狼图腾》当中 阿诺通过镜头带观众认识蒙古狼 毛泽东在1967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许多城市学生被迫下乡教育农村人口 来自北京的城镇被分到了遥远的内蒙古 他从没想到自己会爱上蒙古的草原 牧民和他们最大的敌人蒙古狼 蒙古狼是一种聪明的掠食动物 对牛羊来说是知名威胁 但在生态系统里 他们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这部电影改编自中国畅销自传小说《狼图腾》 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指导 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 是它叙述了平衡的重要性 这连接了所有的人 阿诺在这本书问世境60年后 应中国政府邀约 将小说改编为电影 传递其中的环保信息 我从没听说过 有人对环境保护的反应如此激烈 他们会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不然我们都会死去 你这是 这是我养的 那狼群要听到声音的话 肯定会来到的 这部片以陈镇对他救了多次的 幼狼的爱为中心 陈镇必须面对愤怒的村民 因为他们不希望邻里之间有狼 地方当局为了土地开发 也致力于清除这些略实动物 阿诺的电影揭露了狼群的绝种 会对蒙古草原带来致命的影响 如果没有狼 我们会有过量的土拨鼠和老鼠 羊群也不再有草地 狼是生态系统的基本条件 阿诺聘请了知名巡兽师 安德鲁·辛普森参与拍摄 两人花了四年时间 在中国养育集训练了三代的蒙古狼 在镜头前跳 跑和演出 他们是我合作过的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他们智商很高 最重要的是狼总是凭着本能型的 训练动物并不是唯一的挑战 电影里惊心动魄的场景得来不易 阿诺和他的团队常得在极端的气候下拍摄 我要他们在龙东时节 在中国北方的荒满之地 扛着大风扇造风 在高海拔的山坡上 摄氏零下40度 他们依旧唱着歌 虽然面对一些挑战 狼图腾的票房表现超出期望 中国一度将阿诺视为敌手 封杀了他备受争议的电影 西藏七年 但是现在却正式提名狼图腾 代表中国 角逐201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洛杉矶的中国总领馆前 经常出现各种抗议活动 上周末有600多名爱狗人士 带着他们最好的朋友 游行到这里 声援他们在中国的好朋友 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狗讲话 为人类最好的朋友讲话 当有人伤害你最好的朋友 你难道不挺身而出吗 拉莫斯是个典型的美国爱狗人士 他和其他600多人 响应非牟利的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 10月4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示威 贾克尔是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的宣传主任 他说 我们在抗议每年夏至举行的玉林狗肉节 成千上万的狗被残忍的屠杀 我们希望让中国政府知道 这个活动必须禁止 爱狗人士比特·马德里格尔说 我要告诉玉林所有的人 求求你们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再吃狗肉 把狗当朋友 拜托 贾克林表示 今年6月 他们的组织派遣调查员 到广西省玉林市记录狗肉节 通过镜头 把狗肉节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他指出 突钩厂在中国是非法营业 他们希望中国执法机构取缔 美国的爱狗人士 看到狗肉节的画面都非常震惊 参加游行的伯恩斯说 我不认为自己有权 告诉别人应该吃什么 我最关心的是 对待动物的方式 事实上 这些狗被屠杀之前 都先遭到虐待 这是我痛恨的 电视演员 丽莎·旺德·庞普表示 看到这些动物的遭遇 让人无比痛心 他认为 知情而不设法制止 让人无法心安 不仅美国演员关注 玉林狗肉节在中国也遭到一些艺人讨伐 玉林市人民政府去年曾公开回应 否认政府举办类似活动 并明令严禁在街面上图展 不过 玉林狗肉节今年6月如期举行 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 通过网路呼吁中国停止玉林狗肉节 他们搜集了将近50万人连署的请愿信 在今年狗肉节后 递交给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 迄今已经三个多月 贾克尔说 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抗议和宣传 取得终止狗肉节的回应 星期天的洛杉矶示威只是长征的一小段路 贾克尔表示 这是个漫长的战斗 我们不设想一战而胜 但我们相信 只要宣传看来 更多的人参加请愿和示威 我们这一边会胜利 玉林狗肉节会被禁止 600多人在洛杉矶总领馆前呐喊 也许是因为星期天没有任何反应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歌手 Jesse Weir现场表演的歌曲 Wildest Moments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raph-Zoja 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一种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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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ait on the thunder sky wherever there's smoke there'll soon be fire and what could bring by luck I've been looking at you too much from the outside from the outside everyone must be wondering why we try why do we try baby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worst of our baby in our wildest moments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we could be the greatest maybe in our wildest mom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 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 行驶航行自由权力 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 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步骤是 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12海里的报道 发出强烈警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跃自由为名 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 多位军方官员证实 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 派军舰驶入中国 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 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以内 以行驶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 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 但是在五条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 海军中校比尔·俄本 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 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 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 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 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 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 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 曾在多个场合表示 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 填海造岛礁的岛礁拥有主权 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 去飞行航行和活动 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 自从2013年底 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 美军的飞机和舰船 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 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 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 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 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前国防部副主理部长塞斯·克勒普希对美国之音说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 一旦接到指令 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 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 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 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 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 行使航行自由权 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 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 北京是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 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 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 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 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 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 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 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 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 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 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 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而西弗吉尼亚作为产煤大洲 在美国采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走进美国带您走进这段历史 探索早期矿工的工作与生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莫菲 今天的走进美国 我们来到一个位于西维吉尼亚州的 矿坑展览区 带大家走进美国采煤业的历史 美国应用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储量 而19世纪上半时期的工业革命 也为煤炭的广泛使用提供了一个切记 很多城市也因此而繁荣 今天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下美国早期的矿工 是如何工作与生活的 以及在这里当一个矿工 会不会更加安全呢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约翰丹佛 这首快知人口的乡村路 带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西维吉尼亚州美丽的自然风光 在轻快的旋律中悦然于眼前 著名的阿帕拉契亚山脉 绵延起伏 贯穿全境 因此该州的别名叫做山岳州 Mountain State 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采煤业是这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采煤情节 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和采煤有着关系 可能你的先生是矿工 或者你的孩子或是父亲是矿工 要不就是他们在为采煤业服务的地方工作 家里的孩子和其他矿工子女一起上学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活 莱斯利·格雷·贝克的先生是名矿工 而他自己是贝克利市矿坑综合展览区的运营总监 这个展区占地22英亩 保留和还原了20世纪早期 地下矿坑和采煤注扎营的原貌 76岁的老矿工马文特纳 退休之后成了矿坑展触的导游 他驾着小车带着我们缓缓驶入地下 一百多年前的案情里条件落后 矿工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监测毒害气体 金丝雀可立下了汗马功劳 矿工会把鸟笼放在那工作 只要鸟还活着 它们就会继续干活 但如果鸟死了 它们就必须离开逃出矿坑 矿工下井工作一天自带午饭 餐盒上层装食物 下层装一加仑的饮水 金属材质可以防止老鼠打洞偷食物 防毒防鼠还需要防工油 一桶饮水时常被工油偷偷喝掉 这该怎么解决呢 它会把它的假牙放在水里 这样别人就不会喝了 思想你要喝水的时候 发现水里有附别人的假牙 你喝得下去吗 我可不行 没有假牙的矿工 解妻子的假牙帮帮忙吧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 采煤设备落后 矿工钻井挖煤 需要双膝跪地或侧身俯卧 每台装满一吨或两吨中的煤车上 放有矿工的名牌 作为工资结算凭证 特纳说 矿工每装满一吨煤 便可赚到二十美分 平均一天工资为一美元 在当时赚这些钱 已经很体面了 尽管不是大钱 但是可以养活自己 可能再做点农活之类的 你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但是并不富有 不过如今矿工的薪水 可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随着矿工联合会等工会的出现 矿工的工作环境变好了 工资提高了 今天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工工资 远超十万美元 不仅是工资水平 采媒安全也自1977年 联邦矿商安全与健康法案 实行以来得到极大改善 20世纪初期 美国矿难事故频发 死伤数千人 而2014年 死亡人数降至16人 为历史最低点 每当严重的矿难 或者事故不幸发生后 就会有人来做调研 找寻问题和改进方法 我们现在有了地下安全屋 当灾难发生时 矿工可以反锁自己在里面 呼吸相对清洁的空气 等待救援 一般都有一个安全部门 他们会培训你 联邦政府 你知道他们有一些规定 是和州政府一起合作落实的 由于采媒入口偏远 当年煤炭公司 还为矿工建立了住扎营 涵开教堂和杂货铺等 满足矿工家庭 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 矿工的子女 还可以在这里的学校上学 他们分年级入座 每天朗读圣经 学习读写和算术 这就是当时一个典型的 矿工几口之家 租住的屋舍 简单 实用 再看看工头的三层住宅 奢华 戏牌 与之行成鲜明对比的 是单身岸小屋 狭小的空间甚至难以插足 美炭公司为矿工提供一切生活所需 话虽如此 这都是收费的 公司有自己印刷的钱币 叫做府币 供营区使用 但很多时候会有滥用 采媒液也牵动着 香湾城市的兴衰 瑟蒙德小镇就是其中之一 我现在漫步在 瑟蒙德小镇上 感受着它的落寞 曾几何时 这里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时常会有满载煤矿的火车 隆隆的驶过 而如今 这里的人口 零星几户 安静的时候 甚至连脚步声 都显得突兀 一个曾经 因为煤炭而兴起的地方 如今也因为它 变得衰弱 一百年前的瑟蒙德 是重要的铁路枢纽 每十五分钟 便有一辆装煤火车经过 为这里 众多的采煤活动 提供了便利 越来越多的商人 来这里投资 越来越多的人 来这里游玩 定居 约迪弗朗兹伯尔 是新河侠国家公园的管理员 瑟蒙德火车站 在1910这一年的客流量 就有七万五千人 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 很多人来这里的社交中心 我们甚至能听到 一辆火车沿着铁轨 正在驶来 由于柴油代替蒸汽 成为主要动力 以及越来越多的煤炭公司 迁往别处 瑟蒙德曾经的盛事 逐渐走向衰败 如今 这里所有的商铺 早已关闭 只有六个居民 仍旧守着这座鬼城 当你对比昨日和今朝 确实有种鬼城的感觉 不过仍然有人住在这 但是你看不到 熙熙攘攘的 商业往来的景色了 尽管瑟蒙德 现在由美国 国家公园管理局接管 却依旧保留着原貌大补 一砖一瓦一幕 都在诉说着这个地区 采梅叶的历史故事 如果没有西维吉尼亚 和其他阿帕拉契亚矿工的努力 煤炭就不会从这些山里 被挖出来铸铁 铸城 建造武器赢得战争 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们就没有今天的飞跃 或许煤炭就像血液 不仅流淌在这里的街景中 也流淌在每一个 西维吉尼亚人的身体里 美国之音记者 穆菲 刘恩明 西维吉尼亚州报道 一辆时速达到1600公里的汽车 在伦敦亮相 这辆汽车是以火箭推动的 力图打破陆地速度的世界记录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就是据说能达到 时速1600公里的火箭汽车 打破了路上速度世界记录 如果一切能按计划实现的话 这辆汽车每3.6秒钟 就可以行驶1英里 这项设计是了不起的工程难关 不过参加设计的人 都是这方面的顶尖好手 目前的世界路上速度记录 是英国的冲击SSC团队 在1997年打破的 而当年的一些参与者 也参加了今天这个项目 其中有血猎犬项目的经理 理查德·诺贝尔 他曾经是当年冲击项目的主任 启动时有点像飞机起飞 一直不断加速 从0到300英里的速度之间 车体非常不稳 主要是因为尾部的车翼 还没有产生多少漂浮力 但是到了300英里的速度以上 就平稳了 这套电脑模拟动画显示了血猎犬 在创纪录的速度下会是什么样子 曾经设计冲击二型汽车 而创下1000公里时速记录的诺贝尔说 驾驶员的感觉不像是在开车 都像是在开飞机 有点像开飞机 而开飞机的困难之一是 你的大脑思考速度 必须超过飞行速度 但是怎样才能打造出 打破陆地速度记录 时速超过1600公里的汽车呢 这个项目的首席工程师 马克·埃尔文说 最大的挑战是制造出 在高速的极端压力下 不会自行解体的轮子 为了使速度达到每小时1600公里 必须使用喷气发动机和火箭混合技术 火箭的推力必须达到27500磅 加上欧洲战斗机使用的EJ200发动机 总的推力达到47700磅 血猎犬的工程师们 目前正在完成这辆超音速汽车的 3500个部件的最后工作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世界上第一辆半挂式自动驾驶卡车 在欧洲开始行驶 驾驶员不必开车 只需监控行驶状况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这辆具有430马力的卡车 载着40吨货物 缓缓驶出在斯图加特的停车场 戴姆勒公司卡车和巴士业务的总管 乌尔夫冈·伯纳德亲自驾驶 巴登福腾堡州的总理 温富雷德·克利茨曼坐在旁边和他敲谈 巴登福腾堡是德国为自动驾驶的拖挂卡车 发放执照的第一个州 一旦上了高速公路 驾驶员就让卡车自行驾驶 紧接着这辆卡车就以80公里的时速 自动开上了斯图加特附近繁忙的A8号高速公路 后面跟着一辆摄像车 还有一辆警车以备万一 这并不等于驾驶员可以什么都不管 对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有严格的规定 雷达以及一些摄像头和感应器 在时刻监测路况 情况不加时 卡车会要求驾驶员干预 如果他无动于衷 卡车就会自动慢慢停下来 戴姆勒公司说 这样的先进卡车 使司机免除长时间单调开车 和塞车时走走停停的劳顿 戴姆勒公司希望 其他州也能在2020年的初步目标之前 通过必要法律 允许这种卡车的运行 美国之音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 由海伦播报 好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周末专辑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要忘记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许波 不要走开 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